今天再和网友们聊一聊联合国会费的事情,按照联合国官方公开的资讯,2019年度联合国的会费总额超过了30亿美元,如下图,具体会费毛额为30亿06457万5900美元,会费净额为28亿49023329,约28.49亿美元。 按照规则,联合国的会费是需要由各个会员国分享承担的,但各会员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,则是三年一变。 在上一次中,美国、日本、中国是前三大会费承担者,比例分别是22%,9.68%,7.92%,在2019至2021这三年中, 美国、中国、日本,虽然也还是前三大会费承担住,但中国需要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,升至12.005%。 而日本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,则由2018年的9.68%,下降到8.56%,中日两国互换名词中国上升到第二,日本降到第三。 而美国继续是最高的,保持22%的比例不变。 美国、中国、日本承担的2019年联合国会费数额。 接下来就具体看美国、中国、日本承担的2019年联合国会费数额。 由于美国需要承担22%的比例,所以其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总量,超过了6.7亿美元。 具体为6.7,420万06,698美元,约6.74亿美元的毛额。 而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毛额,约为3.679亿美元。 会费净额约为3.347亿美元。 第三名就是日本。 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毛额,约为2.625亿美元。 会费净额约为2.388亿美元。 三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,达到总量的42.565%。 其他部分国家承担的联合国会费,除了前三外, 至少还有四个国家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,也在1亿以上。 分别是德国。 比例6.090%。 会费毛额约为1.866亿美元。 净额约为1.698亿美元。 英国。 比例约为4.567%。 会费毛额约为1.399亿美元。 净额约为1.273亿美元。 之后是法国和意大利。 会费比例为4.427%和3.307%。 会费毛额分别是1.357亿美元,1.013亿美元。 会费净额分别是1.234亿美元,0.922亿美元。 然后巴西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为2.948%。 俄罗斯的比例为2.405%。 韩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为2.267%。 印度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为0.834%。 毛额仅接近0.256亿美元。 给你连 Legal台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为0.866亿美元。 谢谢观看